你问的不是一个外交问题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台湾地区选举纯属中国内部事务 我要强调的是 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 台独意味着战争是一条走不通的绝路 无论民进党当局如何花园巧语变换说辞 都掩盖不了其试图把导内民众绑上台独战车的用心 也跟不了台独分子注定失败的结局 更阻挡不了中国必然走向统一的大势